眼前这个农民工正在砸墙 怎料这引起了小混混的不满 你在这里这么卖力 这让我们都不能好好偷懒了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没有尝过社会的毒打 而男人并没有理他 继续砸着枪 没有想到下午小混混又来挑衅 这一次更过分 直接踢飞了他的饭盒 还把他的面包踩得稀巴烂 男人愤怒的转过身 小混混却说 就你这怂恙 打我呀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他默默的忍受了下来 可没曾想换来的是变本加厉 这一下他们可玩了 男人可是陆战队的特种兵 此人冷酷残忍 下手果断 面对恶人的态度 永远是有罪即死 因为与上司产生分歧 所以退伍 不料这一天 一群黑帮闯进肖恩的家中 当着他的面 送他的家人全部领了盒饭 失去亲人的肖恩同时 也失去了自己所有的温柔 变得冷酷残忍 他把当天参与此事的黑帮全部灭门 为了减少对亲人的思念 肖恩隐姓来名 每天靠着不停的抡大锤 释放心中的痛苦 他把石块当成了仇人 每次挥舞都显得格外用力 可偏偏有一些不长眼的小混混找他麻烦 对于光头的挑衅 肖恩并没有反抗 反而更加卖力的挥舞着手中的大锤 中午新来的唐尼目睹了这一切 看着坐在楼顶的肖恩 于是便将自己的午饭分给了肖恩一半 殊不知就是这个举动将来救了他一命 时间来到下午 小混混正和同伴商量着晚上的抢劫行动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角落里正在休息的肖恩 随后小混混警告肖恩 管好自己的嘴巴 不要乱说 然而肖恩直接无视了他的话 起身拿起大锤就准备离开 谁知混混直接拦住了肖恩 更是打算给肖恩一点教训 就在这时 一声惊呼将两人打断 原来是工地上发生意外了 一名工人不慎被刺穿了手臂 而此人正好是抢劫团伙的一人 由于人手不够 他们便叫上了新来的唐尼作术 不过为了保密 他们并没有告诉唐尼要做什么 直到晚上行动时 唐尼才知道 他们要抢劫的竟然是当地黑帮经营为家赌场 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唐尼紧正的手都在颤抖 一波流神把驾驶证掉在地上 唐尼当场懵圈 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了起来 眼看大事不妙 几个混混仓皇都逃离了现场 回到工地 混混打算直接做掉唐尼 因为唐尼的身份已经暴露 这就意味着黑帮迟早会顺藤摸瓜找到几人 尽管唐尼不断的保证自己不会出卖他们 却还是被几人丢进了水泥搅拌池里 可下一秒香恩出现了 为报答唐尼的疑犯之恩 香恩打算帮忙这个可怜的孩子 几个回合下来 香恩将他们全部丢进了水泥池里 随后唐尼也顺着香恩丢下的绳子爬了出来 为了彻底解决麻烦 香恩来到了赌场 决定干掉整个黑帮 此时赌场里的人已经准备了武器 正打算全程搜捕这几个狂妄自大的小混混 就在这时灯光突然熄灭 随后枪声不断响起 等黑老大打开备用电源时 发现自己的小弟全部都领了盒饭 他知道自己要杀青了 作为这一切的香恩从容的离开了赌场 然而他还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被人盯上 很快还在用餐的香恩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的那一端不仅知道香恩的身份 还声称知道他妻女死亡的全部真相 原来情报员大卫利用黑客技术黑进了国防系统 了解了香恩在砍大哈执行的每一项任务 从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国会的任何授权 也没有任何的文件可以证明行动的合法性 大卫的话让香恩惊醒 CIA的罗林斯派遣他们去执行一个任务 也就是杀害一名无辜的警员 当在掩埋时 罗林斯却让香恩取走了身体上留存的子弹 当时的战友提出过质疑 不过香恩也没有太在意 因为身为军人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可是后来因为罗林斯的不断装行 执意让众人深入敌后执行暗杀命令 察觉出异常的香恩曾经提出过质疑 但都被罗林斯利用长官的身份全部吼绝 果不其然 在行动过程中 香恩所带领的小队遭受了伏击 看着身旁的战友一个个死于非命 香恩犹如战神附体 单枪匹马的杀穿了敌人的埋伏 虽然暗杀任务顺利完成 但这一次行动也异常惨烈 整个小队成员几乎死伤殆尽 而身为作战指挥官的罗林斯 却丝毫不在意人员伤亡的情况 只在意目标人物是否死亡 最终香恩忍无可忍 和罗林斯发生了冲突 想明白这一切的香恩信念彻底崩塌 本以为自己是为国效力 没曾想到头来 却变成了私人牟利的惠子手 家人也沦为了上层不义的牺牲品 为了找到害死家人的幕后真凶 香恩同意了和大卫合作 但想要与邪恶势力做斗争 就需要有一批装备精良的武器 为此香恩只能选择来一把零元购 可没有想到飞了半天劲 只搞到了一把没有子弹的98k 并且还特喵是个粉色的 这满满的少女心 让急于复仇的香恩很是郁闷 好在大卫足够给力 她黑进了NSC的情报系统 最后他们搞到了一大堆的武器装备 突然天上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 紧接着一群核枪实弹的特种小队 便冲了过来 而操控这一切的人正是罗林斯 这些年来 罗林斯一直在追杀当年的知情人 更何况现在的罗林斯正处于近身状态 他更加不会允许当年的事情败露 因此这一群特种小队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消除那一切可能知道真相的人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自己即将面对的是 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海豹突击队员 此后香恩抢走了士兵的配枪 开始点名一枪一个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特战队员直接改变策略 开始使用三三制战术 香恩被打中一枪 不幸的是 手中的武器还没了子弹 眼看寡不敌众 香恩和队友加纳只能躲在树根下等待反击 突然 一架无人机正在上空盘旋 原来是大卫的增援 通过上帝视角 大卫很快便锁定了香恩的位置 有了物理外挂的加持 香恩和加纳轻而易举的解决了敌人 很快 罗林斯就找到了香恩的踪迹 并派遣手下抓走了大卫的亲女 从监控中目睹这一切的香恩 知道对方很快就会通过监控信号找到这里 接着香恩检查了所有的武器弹夹 并把它们放在了隐蔽的位置 然后在脸上涂满了迷彩 穿着象征惩罚者身份的防荡衣 随着一大群的特种小队的杀入 一场杀戮盛宴也即将开始 在近战神器限弹枪的加持下 香恩犹如战神附体 一枪一个 就在香恩得意忘形之际 几个小兵不讲武德 对着香恩发起了围攻 香恩直接闪躲到了一旁 趁着敌人幻蛋期间 引爆了事先藏好的炸弹 顿时 场内死伤无数 各种零部件漫天飞舞 伴随着M24大波罗的出现 也宣告着这一场战斗进入了尾声 在解决掉最后一个敌人后 香恩捡起地上的电话 联系了罗林斯收下比利 比利直接表示 想要大卫的家人活命 就需要用他和大卫的命来换 为了大卫一家的安全 香恩想都没有想 便直接同意 画面一转 香恩和大卫来到了约定地点 比利也带着大卫的老婆孩子 来到了这里 为了防止香恩在交易中 做什么手脚 他们把汽油桶绑在了人质身上 用刀刺穿 一旦香恩想做定什么举动 他们就直接点燃油桶 送他们上天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果然是出意外的 保安局的突然出现 打乱了这一切 香恩被比利的手下打运带走 大卫也在解救家人的过程中 不幸被击毙 思醒过来后的香恩发现 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 迎面走来的人 正是害死他家人的凶手 罗琳斯 不过罗琳斯并没有选择 直接干掉香恩 因为香恩那里还掌握着 他在砍大哈的犯罪证据 一旦这一些证据公之于众 那么他和他的政治伙伴 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同时他还想到 香恩在砍大哈的那一拳之仇 一拳还了回去 此后黑客删除了电脑中的证据 比利不忍香恩再受折磨 便想给香恩一个痛快 不料却遭到了罗琳斯的拒绝 见状 比利也忍他很久了 直接剪断了束缚香恩的绳索 就在罗琳斯想要继续折磨香恩时 香恩突然挣脱了手中的束缚 夺走了罗琳斯手上的武器 直接把他捅成了筛子 好了 惩罚者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哦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就拜拜